请各位注意一下最后做出来的 还剩下这一个跟这个 那也就在标题下方会需要增加一个图跟一个项目的资料 那实际上非常简单 一请你怎么样呢 把剩下的图P1到P6 P1的话呢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所以直接拖拉过来 P1拖拉过来放开 然后替代文字题目没有说要什么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第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图呢 调整它的大小 大小的部分题目是要我们刚好设定 它有一个大小的要求 P1到P6 然后呢 它的这个大小宽要114 高要180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油边放这边 下方有个宽 请你输入114 高的话呢 记得把它改成180 如果不是180的话 请你把它旁边有个打勾了 把它打勾了 这个有个 这个有没有 这个是锁定长宽表 请你把那个长宽比打勾取消 不然它会设定一样 把它改180 不过有的时候调整好之后 OK 记得这个锁不要锁住 因为这个锁锁住的话 它没有办法让你高跟宽 去重新设定 为什么 因为它锁定了 锁定的话 你就变成说 如果你锁定的话 它就一直 一直变更 一直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锁定宽高 那个宽高比 然后把它打勾 按确定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改了 如果尺寸不对的话 你再把它调一下 打勾一下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去做变更大小的 这个设定 OK 好 确定一下 180 114 如果你刚刚那个锁 没打开的话 它会差1 所以最后应该尺寸会不对 另外旁边的部分呢 再增加什么 把那个另外一个文字档 这边有个什么 PODCTION 这个文字档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有文字 那分别 这边有个什么 从第一个产品的这个 头跟尾 头跟尾中间 Ctrl C 记得 头跟尾的部分 然后呢 Ctrl V贴上这边 贴上之后呢 它就会有这些项目 也就是说 这个版本里面包含这些 这些产品 那里面的话 当然它会需要什么 变成项目符号 那怎么变成项目符号 特别注意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了 你可以选取它之后的话 在下方会有一个什么 项目符号 好像在102体也有了 这个就是项目符号 点选它就可以了 OK 它就会自动帮你变成什么 好像前面有Adobe的那个Mark 一个标签 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实际上它已经帮你设定好 这个你不用去改 它在那个CSS里面 会有一个LI这边 它已经帮我把那个所谓的 那个清单的这个地方 去找到这个图档里面有一个 自动帮你变更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改了 这个只是如果同学有有有有疑问的话 可以看CSS样式 也就是你将来如果透过CSS样式 你也可以去变更什么 变更任何的项目符号 那做一个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一样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再把那个第二个拖拉过来 第一个产品 第二个产品的话呢 一样就是把P2把它放过来 做法都一样 拖拉过来 然后按确定 大小的部分的话 然后就把它改一下 114跟114 然后这边的话呢 180 OK 然后呢 移开 它会缩小 记得打勾一下 它会出现呢 你要不要做永久性的改变 选择按确定 不过特别注意哦 旁边这边呢 请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锁 一定要是打开的状态 不然的话 你会没办法变更 然后一样再把第二段的这个文字 复制一下 第二段这个 这一段文字 把它复制一下 那也就是说 它这边有个第二个是 这个什么 第一个是 应该是什么 就是专业 专业版 那第二个是什么 标准版 标准版里面的话 就包含这些了 然后把它选起来 然后项目符号 加上去就可以了 标准版 其实包含这些了 不过你会发现 Adobe的软体 其实费用都非常昂贵 像这样一套 我记得好像 如果你是这种 业界在买 这都超过十万块以上 底下这个连标准版 都是非常贵的 那在学校 在买这个 如果学校有买的话 你也可以 看看好像图书馆 记得是不是可以借 那一样的方法 第三个 180 记得把它打勾 然后呢 按按确定 再把文字加上去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test一下 如果说你最后做完 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 然后在浏览器中观看一下 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个部分OK 那底下我已经还没做 你可以怎么样 点选 它如果会往下跳 那表示OK 那往上跳 恭喜你 有没有点下去 往下 点上去 有没有 所以你会有个 往下往上的这个动作的话 那表示你这部分应该是OK的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储存 就完成108题的这个练习题 那我们也先再上课休息一下 那还有一 剩下时间我想就给各位 把那个102 106 108 再做一个总复习 所以 因为剩下一节课 要把110讲完 应该是比较困难一些些了 所以 那就下个礼拜 我们就是以这三题当成是考试的范围